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几个工人在山里挖出一口棺材 奇怪的是 棺材的外面还被铁链紧锁住 工头以为里面装了财宝 用钳子剪断铁链 突然 原来里面装的是一位200年前的吸血鬼 接着工地上11个人全部遇难 接着吸血鬼走进城市 对现代的事物充满好奇 且一无所知 之后他回到自己200年前的家 虽然往日辉煌的家族已经落败 但这豪华的城堡依旧霸气 他来到庄园 从保安叔嘴里他才得知 自己已经被埋了整整200年 随后他走进城堡 看着里面曾经自己亲自找人制作的 精美家具和装饰 忍不住一番夸奖 完全没发现坐在沙发上的姐弟俩 这时姐姐忍不住了 这时弟弟提醒姐姐看墙上 眼前的男人竟然和他们家族 肖像画上一模一样 原来他就是这座城堡的主人 也就是他们的祖先 巴纳巴斯科林斯 200年前 巴纳巴斯和家人从英国来到美国 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建立渔宴 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带动当地百姓的经济 人们为了感谢他们 甚至把小镇以他们的家族命名 长大后的巴纳巴斯 被家里的仆人安琪看上 但巴纳巴斯却拒绝了他的爱意 结果却惹怒了安琪 恰好他还是名女巫 于是安琪用巫师诅咒巴纳巴斯家族 先是杀掉了他的父母 然后诅咒巴纳巴斯的新上人 从寡妇山一跃而下 巴纳巴斯短时间内相继目睹亲人离去 伤心不已的他也绝望地跳了下去 想要结束这悲痛的人生 结果巴纳巴斯却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 他抬头看向山顶 看着正在施法的安琪 慢慢地巴纳巴斯变成了吸血鬼的模样 伴随他的还有永恒的生命 之后安琪将巴纳巴斯变成吸血鬼的事情 告诉小镇上的人 害怕的人们赶紧把他装进棺材 埋在一个偏僻的山里 专业时间过了两百年 巴纳巴斯意外被人放出 如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 他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安琪复仇 但为了不下到家里的小孩 女人让巴纳保密自己的身份 而另一遍 安琪正风光焕发地行驶在小镇上 自从他诅咒了巴纳巴斯家族后 自己就掌控了小镇所有余夜 随后他从手下嘴里得知昨晚发生的事情 看着那口空空如也的棺材 安琪意识到情况不对 于是立马来到城堡 找到被他埋了两百年的巴纳巴斯 巴纳巴斯刚想开门演奏 却被安琪打断 但他还是忍不住怒骂 正要动手时 安琪一把掀开窗帘 强烈的阳光把巴纳瞬间变成小羔羊 两人的谈判破裂 巴纳发誓一定要夺回自家的产业 他先让人重新把家里翻新 往日辉煌先从家里开始 随后来到码头 找到领头的船长 用法术控制船长 将所有渔船为自己所用 这对安琪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 没了渔船运输 再多的鱼也没法卖出去 于是安琪再次找到巴纳 想用金钱收买巴纳收手 但巴纳对钱根本没有兴趣 他现在唯一的兴趣 就是送安琪去地狱 眼看硬得不行 安琪又打起了感情牌 回忆起两百年前 两人一起happy的日子 最终巴纳还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倒在了安琪的石榴旋下 然而一转头 巴纳又说 自己还是不会放过安琪 由于控制不住对血的渴望 巴纳试图让医生帮自己换血 想用人类的血液净化身体 但他却不知道 这都是医生的谎言 目的就是让自己获得永生 容颜不老 这天巴纳宴请小镇所有人参加舞会 想要彻底打开家族的知名度 途中他意外发现一个女孩 和两百年前的女友长得一模一样 两人一见钟情 安琪却在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舞会结束后 巴纳赶紧找到医生换血 却发现医生正在偷偷输入自己的血液 巴纳终于看清医生在利用自己 于是愤怒地吸光了医生的血 但这也意味着巴纳再也不可能变回正常人 晚上巴纳和保安偷偷把医生丢进海里 但这一切安琪都了如指掌 他威胁巴纳 如果不答应和自己长相厮守 那么他就会把巴纳的秘密告诉所有人 到时候巴纳将再次被埋进黑暗之中 巴纳听完立马就拒绝了 刚打开门就发现棺材已经准备好 下一秒 安琪再次把他困在里面 装进车里准备运走 途中 安琪还用巫术引爆了巴纳千辛万苦 重新整顿的工厂 随后巴纳被带到一处偏远的教堂 准备接受永无天日的寂静 然而没多久 棺材却被打开 原来是家族里的小男孩跟了过来 随后他成功获救 而另一边 安琪再次把巴纳的事情告诉所有人 说他的家族全是怪物 接着便带着小镇上的人来到他家 而巴纳为了保护家人 主动站了出来 并且当着众人的面 狠狠地咬了安琪的脖子 只见安琪毫发无损 表情逐渐变得恐怖 随后两人便在城堡里打了起来 他用无数复活城堡里的建筑 攻击巴纳及其家人 他知道杀不死巴纳 于是控制雕像控制住他 安琪要让巴纳像两百年前一样 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遇害 这时小男孩走了过来 让安琪住手 与此同时 一个幽灵出现在安琪身后 正是小男孩的母亲 幽灵的一声怒吼 直接震飞了安琪 身体被挂在吊灯上 重重地砸下来 在大火即将吞过城堡之前 巴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安琪却默默地流泪 接着把手伸进身体 掏出自己的心送给巴纳 可下一秒 心却支离破碎 结束了永恒的生命 这时幽灵让巴纳赶紧去挂佛山 原来安琪临死前 诅咒了那个和前女友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就在他跳下去的瞬间 巴纳无奈咬住女孩的脖子 把她也变成了吸血鬼 两人终于可以长相厮守 故事到此结束 结尾还有个彩蛋 那个被丢进海里的医生 也活了过来 变成了吸血鬼 据说他们到现在还活着 你们有没有发现呢